晚安 你好 歡迎收看8月20號的台視 五間新聞 我是吳凱文 我今天到這條首先關心 在新北市警戒被稱作 新電戰神的巡左遭控隊 九歲孩童修身 另一個焦點帶您關心 美國一向研究發現 每天吃的碳水化合物佔比不到40% 平均壽命將會減少4年 稍後來看完整報導 新聞開始首先帶您關心 行車糾紛爆發全五行 上週的晚間 基隆一名機車騎士 還有轎車駕駛跟乘客